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邵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 自己没有订的包裹呢 最近在应该说前阵子 在南韩就是传得沸沸扬 引发的恐慌 是因为他们有收到来自台湾的 奇怪的包裹 结果因为这个包裹 然后导致有三个人竟然是要送到医院去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标题 今天的新闻标题就是 台湾巴尔从车布里面搜索 尤以后不准备大共产协论 就是警方下结论说 来自台湾的不明包裹 里面没有危险的物质 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呢 台湾的大家应该都有 听到新闻在报道 大家会觉得蛮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事情的起因是在7月20号的时候 在那个乌尔山 就是卫山 南韩的卫山的有一间 身心障碍福利中心 那个地方突然收到了包裹 那那包裹呢是来自台湾的包裹 那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订东西 没有从国外订这些东西 但是他就收到包裹 那拿到包裹 大家正常觉得想要不要打开来看嘛 就打开之后里面是空的 里面没有东西 就是有那种那个 泡泡一颗颗那什么 缓冲的那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可以压不不不的那个 然后反正里面就没有东西 所以他们就打开就很疑惑 但是更诡异的是他们打开之后 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然后就感到暈眩想吐 而且还有人呼吸困难 所以最后就报警 然后赶快送到医院去了 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引发 当地的恐慌 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东西 那包裹里面没有东西 但是却打开之后 让你暈眩啊想吐之类的 当场就是警方就赶到现场 然后就拉起了封锁线喔 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蛮严重 因为画面它就是整个建筑物外面就拉起了封锁线 然后记者也都不能进去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有问警察 就说目前的调查方向是怎么样呢 那南韩警方就说 他们初步判定是恐怖攻击 就听起来超严重 就是可能你知道有人记那种恐怖的 里面可能有一些毒气啊 或是什么有害物质这样子 然后来害人来害韩国 刚刚也讲到这个包裹是来自台湾 就让大家更恐慌 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勒 而且为什么是知道来自台湾呢 因为其实它那个包裹就是我们平常 常常会用到那种黄色的那种信封袋这样子 然后呢上面还印有中华邮政的中文跟英文 所以很明显就是来自台湾的包裹嘛 其实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不只有在乌里山这个地方 接着大家因为新闻报道出来 大家就想说 欸其实我也有收到这样子的包裹 然后就开始纷纷的通报警方 因为警方也是不敢大意 他们很怕就是真的是恐攻 所以就提醒大家说这些包裹拿到的话就不要把它打开 要赶快报警这样子 结果就发现了在那天报导乌日山之后呢 就接连大田啊 冀州啊什么 然后连首尔 首尔他们民动的中央邮局大楼 也有通报说有发现了这个包裹 然后当场还撤离了1700多个人 就很怕可能会爆炸啊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已经打开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打开过这个 这个邮包 那打开之后 有一些人是拿到空的东西 有一些人是拿到保养品的罐子 就是里面他是保养品的罐子 可是里面没有保养品没有东西 而且他也没有订这些东西 但是就送来了 那这些东西其实大多是来自台湾 但是还有一些是来自马来西亚 还有乌兹别克这些地方 那其实截至到27号的时候 就这样7天下来 全南海已经通报了3600多件 就是他们有收到这样的包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刚刚有讲大部分是来自台湾 所以呢这个恐慌呢 就一路从南海一路从来传到台湾了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是台湾 应该是南海媒体搞错了吧 但是我就看到那个画面上面 他有写就是中华邮政 然后他还有那个编号嘛 那我就想说 那个编号不是可以查吗 所以我还真的去查 我就是那个邮政那个邮局 然后他可以查你的那个货号这样 结果查了之后他就说 因为那种是小邮包 因为他货号有分 我记得那个是EU开头的 EU开头是算是比较小的那种邮包 他说小的邮包没有办法 tracking 没有办法追踪 就只有大的那种的才有办法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那看起来就是来自台湾 那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结果后来代表处就澄清了 他们在查了之后就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从中国货转邮 用这个货转邮的方式来经过台湾 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入台湾的海关 就直接从中国然后送到南韩去了 只是是经过台湾 名字上听起来是经过台湾 但他其实没有进入到台湾的土地里面 然后没有经过台湾 然后再出去这样子 为什么中国要从台湾这样子货转邮过去勒 原来是他们有问过那个专家 然后就说其实因为空运嘛 这些东西比较小的东西都是用空运 他们的航空运输量其实是 相较于他们的货物运输量是非常的少的 意思就是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运输 但他们飞机运输量比较少 假设说我从海外 然后我从中国订东西的话 订单到你收到大概要7天 可是如果你从台湾转的话 它说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 所以其实好像中华油这里有很多这种业务 就是从中国然后货转油然后转到各地去 因为其实前几年也有在美国也有发生 就是收到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好像也是从台湾 就是货转油这样过去的 以为它是从台湾来 但其实它的最初的发货地是中国这样子 后来因为就是引发大家的恐慌嘛 然后韩国就是也一直在focus在台湾这个部分 所以呢在22号的时候中华邮政 他就宣布就取消这个货转油 然后到南韩的这个业务 而且就是南韩政府其实非常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他们还发送那种简讯就是 不是会有那种国家灾难简讯吗 他们还发送那种提醒简讯说 不要打开来自台湾的不明包裹 所以你知道打开简讯就是发现 去台湾大家就想说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这样子 在台湾的大家也会说这样感觉很像 伤害到台湾的国际形象 我有个学姐她在韩国 她住在韩国 然后她就有发文 她就有点生气的感觉就是好像 中国要栽赃我们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就有一些朋友留言啊 然后就说感觉就是之后 如果真正从台湾寄包裹过去韩国的话 会不会被查得很严格这样 所以其实在韩国的一些 台湾人也是有点担心 那这些包裹其实大多都是来自中国的深圳 那这些包裹为什么她要寄出去 如果她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她又不是恐攻 她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大家都在猜啦 就怀疑是一个东西叫做brushing scam 就是刷单诈骗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东西 我也是因为写新闻才知道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电商卖家的一个手法这样子 我们不是买东西会看那个卖场的评论吗 看大家好不好啊 然后有没有很多人买啊 然后评论他们的 使用后的感觉怎么样啊的那种 Google评论也是像这样子嘛 但是假设是我这个卖场没有太多人买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很多客源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空的东西 或者是寄那种种子 像刚刚讲的种子 或者是空的罐子这样子 然后寄给不特定的人士 就我随便寄 我随便乱寄 然后寄出去后是不是就有发货的号码 订单编号 因为他们要写那个评论的话 必须要有订单编号 代表说你真的有买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就拿到这个订单编号之后 自己再来写这个评论 就给你五颗星 然后说什么很赞啊 卖家很赞这样这样 去提升卖场的分数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刷单诈骗 所以他们就这样到处寄 寄到海外啊寄到哪里 寄到美国寄到韩国这样 刚好就因为 他寄到了乌尔山那个地方 结果出事了 所以才引发大家的讨论这样子 大家可能会想说 既然没差 反正他就是一个诈骗嘛 那就可能就算了这样子 但是韩国媒体有说 他们就说要注意的是 虽然说这个东西 这个邮件 他好像没有读 没有事情 但是为什么 中国的卖场会知道我的地址勒 为什么他会有我的个资勒 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嘛 所以他们就说 虽然说没有恐攻的疑虑 但是有个资外泄的这个情形 南韩的警方 就要求中国的外交部来回应 就要来确认说 那你们到底是 这个东西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中国外交部 其实他们有回应 他们在24后就回应就说 我们有收到韩国警方的 就是要求协助的请求这样子 然后说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我是觉得 所以应该不会调查出这个什么东西来啦 最后呢 在最近最新的就是 在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调查之后 韩国的警方就调查说 他们确认那个 邮件里面其实没有有害物质 那没有有害物质 为什么那些人一开始 那三个人他会头晕想吐勒 他说有可能是因为 他里面不是会有一些胶吗 就是黏那个袋子的胶 那个胶用得太劣直的胶 所以会有一些很刺鼻的味道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想吐啊 然后头晕这样子 他可能打开然后说嗯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靠很近 所以打开里面其实 他没有什么空之类 他只是太臭了 说到这个好像 我记得好像台湾最近也有这种 也是说是你递的东西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 假的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台湾好像也有 只是说他里面真的有装东西 不是空的 就是台湾比较常碰到是 比如说我订一个空拍机 就来一个空拍机小玩 哦对 要附空拍机的钱 对 然后很多YouTuber之前就是 想说这些网络诈骗来 订的那到底是真的 哦 就拿到都是 都是 都很扯的东西 都是很扯的家货啊 哦 因为我也是 我也是买东西 我就是会 非常认真去看评价那种 就如果可能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人买 我就不会去买 然后我就宁愿多花一点钱 然后去买那个 看起来比较有 公信力的那种卖场 我会去点卖场里面 最低的评价来看 真的假的 最低的 我会去看这是 张场的问题 因为 高分数可能是被洗的 哦对啊 因为分数就是真的 只会给电子 哦 你很认真耶 你比我还要严重 对啊 因为中国蛮常做这种事情 洗平价 哦对啊 然后买 买站 哦 对对对对好像也是 然后还有些夹账号去吹捧 对啊 只是电商可能比较需要有货 对所以他才说因为他有订单号码 不然他就干脆不要寄啊 他就直接一直洗就好了 可是因为他有订单号码 所以他就一直狂寄这样子 我说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明信片 嗯 未解之谜 就我大学的时候收到一张明信片哦 他是来自韩国的明信片 他上面写我的名字 写中文 然后他好像 不知道去哪一个观光景点 我有点忘记 然后他觉得说哦 许绍珍什么 嗯 来到韩国的哪里哪里啊 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想到你什么什么之类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没有写名字 他还知道我的地址 你看一个人出国 他还知道我家地址 很棒 不可能 我大学那时候 超怪 那张明信片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那你有问你朋友吗 我问过啦 没有人啊 那我们下一次就拍一集 最后最后的明信片 到底谁 好像可以 而且是韩国赖的 还是未来的你 没有什么可能 反正就很奇怪 那今天要教给大家的韩文呢 就是这个 新闻里面的主角 也就是这个包裹 这油包 油包的韩文是什么呢 叫做 Soppo Soppo 对 Soppo 非常简单 它的汉字就是小包的意思 就是包裹 看起来可能有装东西的 比较厚的那种东西 叫做油包包裹 叫做Soppo 那如果是只有是写信的话 信的话叫 Pionji Pionji 对 Pionji Pionji 对 好 Soppo 交给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